假如牛肉兵就特别乖 干哥 你要牛肉不要 牛肉 我怎么能买得起 我这有个小牛肉 你看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红烧牛肉店 你的小牛肉利益 对呀 三万块便宜给你 怎么又涨价了 真的还贵呀 你买一个回去能升值 三万块钱一例 我拿啥买呀 不买呀 不买 别在这看 赶紧走 我看会了 爸 晚上吃啥 等你爸回来 咱们晚上吃火锅 太好了 我回来了 哎 火锅食材了吗 哎呀 刚才有个人打炸 我给忘了 你说你 算了吧 我出去买 我买点菜 买点豆豆腐 再买两颗肥牛 你看行不 你等等 你要买啥 我说我买两颗肥牛 是吧 你想吃牛肉 No No 我牛肉不过敏 我不是怕你过敏 我是怕买完咱家就没法过了 你出来到牛肉变贵的世界了 啊 拥有一斤小肥牛 能买一栋楼 这么贵 来一斤酱牛肉 能换钱这么厚 这么厚 哪儿呀 至少这么厚 是挺厚 谁要是有雪花牛肉 那它一定不可敌宇宙 那要是有一整个大牛排呢 你要只有一整个大牛排 敌尔该不辞呀 都得让你当总裁 这次是为啥呀 这次是因为呀 一吹自行星球来地球 地球里的牛全部吹走 一个不留 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牛 谈到头水直流 哎 儿子拿去了 对呀 是不是又穿越回去了 爸妈 我刚才穿越回去 给你们买了个好东西 我就知道我儿子会出手 一定是红烧牛肉面里面的牛肉利益吧 比他大 比他还大 那不会是一颗酱牛肉吧 你们看 两个大牛排 是吧 我从来没有见过 他妈妈 行了 爸 别喊了 你俩可以下楼看看吧 楼家还有一整头牛呢 我儿子是牛猫王 我儿子是牛猫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